數據的平移伸縮跟標準化 那這個數據的平移跟伸縮 來假設XY是兩組數據 X是從X1一直到XN Y是從Y1一直到YN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資料Y等於AXRB 也就是說我們的資料是從原來的數據 去做整理成整理後的數據 他並沒有增加新的資料 也沒有扣到資料 只把原本的資料 進行一個 一次函數的變換 可以嗎 那這時候我們的各個統計量會有什麼變化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全距 假設原本的式子變成原來的A倍再加B 那我們的全距會有什麼結果 請問你如果每組成績都加B 那全距是大減小 在相減的狀況下這個B是會被消掉 所以只剩下A會對他有影響 也就是說呢 新的全距會變成原來的全距的A倍 這可以理解嗎 那為什麼要加絕對值 是因為全距都是由最大減最小 這時候 如果我們成了A倍的話 不管怎麼樣 算出來由大減小還是一個正值 要加絕對值倍 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說 假設 全班考試 最高分是這個 50分 最低分是10分 那50-10是幾 40 這時候我們經過一個式子叫做 負2x加10 來 那求你50分乘以負2倍 負100加10又變幾 負90 那10分乘以負2倍加10會變幾 會變幾 負10 對不對 負20加10 等於負10 那這時候把大數減小數的話 你會發現 變成了負10減負90 還是80 那這80 是不是變成 40乘上負2再加絕對值 因為這個2 兼具被拉大了兩倍 所以本來的差距是40變成了80 但是負號不會影響 最主要是因為大減小的結果 永遠都會是正 可以嗎 那這個加10跟這個加10 是不是兩個都可以在相減時抵消掉 所以這個加10並不會受到 並不會影響我們的全距 這是第一題的例子 這例子的話 把它寫放在上面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我們去做整理數字 好 那中位數呢 如果是中位數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我們的新的中位數跟原本的中位數 就按照這個式去變化就好了 新的中位數 等於原本中位數的A倍再加B 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中位數的話 也是全班的其中之一嘛 所以每組資料變好那中位數當然會變到 可以嗎 那第三個 算數平均數 順帶一提 如果還有一個重數的話 新的重數 有一點 原本的重數 會變成本的A倍 現在A倍 再加B 可以嗎 因為每組知道 重數也是班上的成員之一嘛 所以他也會這樣變 最後 算數平均數也會 也就是說 新的 平均值 會等於原本平均的A倍再加B 這也蠻好想像的 假設全班調分 那平均數也會增加 全班加10分 平均也會加10分 全班的分數乘兩倍 平均也會乘兩倍 所以平均會受加減跟乘除的影響 但是注意喔 我們的關係是一個一次的式子 一次的式子 來證明一次 這之前 在這個學校考過 來首先 μy就等於y1加y2 一直加到yn 再除以n 那這時候第一項 y1就變成Ax1加B 一直加到A倍的xn 再加B 再除以n 那同學 所有有x的項數可以提出來 把a提出來合併在一起 那所有的b也可以提在一起 所以他可以寫成 A倍的x1加x2 一直加到xn 再加n個b 最後再除以n 那既然如此 把a提出來 x1加x2 一直加到xn 再去除以n 以後 再加上 nb去除以nb 再去除以n不好意思口誤啊 那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這裡就是原本的 平均值 那這裡就是b 所以他就可以寫成A倍的 mux再加b OK嗎 那接下來繼續 在講標準差之前先幫你們整理個東西 資料有兩種 一種叫做均數 均數的話你可以感覺到他是用一個數字代表整體的資料 那常見的有平均值 中數 中位數 重數 跟百分位數 各種百分位數都是 好 那這時候我們從剛剛的證明可以知道如果一個式子叫 Y等於A下B 他是一個一次的式子 每組資料都跟著這個一次的式子 重點是一次式 去做變換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所有的均數 不管是 平均 重數 還是中位數 還是百分位數 都會跟著這個數字 跟著這個式子變換 都會跟著這個式子變換 那 另一種資料 叫做差量 我們的差量呢就是用來表示資料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 那常見的有全距 用減喔 還有什麼 四分位差 還有標準差 還有標準差 那這時候如果資料經過變換 Y等於AX加B 每組資料都這樣變換的話 那 那 第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所有的差都是大減小 或只有經過平方的根號 所以每組的差都是正 第一個每組的差都是正 那第二個因為相減的關係這個B不會影響我們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後來的差 跟原來的差 只會受前面的A倍影響 而且還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因為差是沒有負的 好 另外再一件事情 我們剛證明過了 這個算數平均數 會隨著資料 的A倍加B 去做改變 對不對 那只要是他是一個一次函數 我們就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來練習一下 來 假設 Y等於 2X加 1 原本的 原本的平均值 等於5好了 那μY 就等於2乘5 加1 甚至我們之前有寫過 如果 Y等於2分之 X減3 μX等於7 那μY 也會等於 這練習 這μY會等於1 2分之μX減3 叫做 2分之7減3 算出來4除了還是2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會發現 只要是一個一次函數 我們的平均數 是不是 後來平均數跟原來平均數 他會有這個一次的關係 可以嗎 會保持一次的結果 那接下來我們來 驗證這個標準差的性質 我們剛剛說 所有的差 都只會跟這個A有關係 前面層的倍率有關係 而且還有絕對值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這標準差 這標準差的公式 我們來證一次 首先 Y的標準差 我們之前有背過 叫做 SYY再除以N 再開根號 叫根號 Y1-μY 的平方 加到 YN-μY的 平方 再除以N 那每一個μY 不要忘記了 μY都可以寫成A 倍的μX加B 那所有的Y 所以也可以寫成 A倍的 X加B 他做來做一個轉換 叫根號的 N分之 AX1加B 減掉 AμX加B 變好以後 變成AμX-B 的平方 一直加到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叫做 AXN加B 減掉 AμX 前面有負號 所以負贈的負 減B 所有的B都可以消掉 另外每一個項數都有A平方可以提出來 所以他可以寫根號的 A方 X1-μX的平方 加到A方 XN-μX的 平方 再除以N 那最後所有的A方數可以都可以提出來 那提出根號外 是不是就加絕對值 變成絕對值A 根號的 X1-μ X的平方 一直加到 XN-μX的平方 再除以N 那這個結果 基本上來說 就是我們把X的表演差 再乘上A的絕對值倍 記得要加絕對值 好 好 好 所以說如果我們的資料 原本的資料 然後練習一下 原本的資料 的表演差是3 那如果Y 等於4X加7 那這是我們的表演差 原本的4倍 原本的4倍 然後這個7不會影響到 如果Y等於-2X-3的話呢 這減少也不會影響 那新的表演差 會變成 -2的絕對值 再乘以3倍 那例如說 Y等於2分之 5X加6 那一樣的這個 這個6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結果 這是原本的2分之5倍 等於2分之5 個表演差倍 所以這就是表演差的特徵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 線性變換 這一次的變換 大概就這些東西 那你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筆記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標準化的數據 什麼叫標準化數據呢 已知原本的資料 長成X1到XN 這時候標準化 Z分數 我們給他一個新的幅畫 Z分數 那這個Z分數的話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Z分數 是用這個式子來表示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Z分數跟X分數的關係 他們之間是一個一次的式子 可以嗎 那 如果我們把每組的 分數 去扣掉 平均數再除以標準差以後 這個式子寫出來的Z分數 就叫做標準化數據 那標準化數據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他的算數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 那我在 這邊稍微驗證一下 後面的話會有一些這個 後面的話會有一個題目可以讓你簡單來算過 來那我們來看 首先 先整理好我們μx跟σx 你要注意原本的平均就是μ 原本的標準差就是σ OK 好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的Z分數是 XI-μ 我再強調一次這是一個幾次式 Z跟X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一次的關係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來我們來看喔 μz 所以等於 Sigma分支 μx-μ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嗎 所以減完就是幾 0 再來Sigmaz 就等於幾 就等於原本的Sigmaz 再除以Sigma 本來的-μ呢 加減不會影響我們的標準差 所以就會變成Sigmaz再除以Sigma 那除完就是幾 除完的結果就剩下1了 所以最後我們的 新的平均數是0 新的標準差為1 證明在這裡 可以嗎這是我們的標準化數據 每組資料經過 這個相減以後再相除 那算完的結果呢 會找到0的平均 還有01的標準差 好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我們 等一下來看一下一個基本的例題 再從頭開始 寫練習 1 2 3 4 4 5